周一到周五锁定新闻大白话 YouTube频道为您带来最新政治平息和大选风向 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来看到的是 香港的反送中抗争还在持续 昨天晚上有将近4500名金融界的人士 聚集在中环的折打花园 用行动声援反送中运动 而香港的警察继续追查扰乱的分子 他们逮捕了民主派的人士 指控他们私长弓箭 还有球棒等攻击性的武器 香港街头的抗议集会 现在几乎甜甜上演 在中环扎打花园 将近4500位香港金融界人士 参加周四晚间的快闪机会 他们点起手机上的闪光灯 要打不满 只是他们的声音显然没传进 赶紧而立 香港人加油 无论发声恐怖 我们在最近的暴力冲击里面 发现有人用弓箭 也都发现有人用过 怀疑汽油弹 做斩击警方 这是香港民主派人士陈浩天 他和同伙被查到 在大厦里 私藏汽油弹 弓箭 囚棒 及大量钢珠等武器 只是港警查案时 并没有逮捕力 这又让部分香港民众 涌上金属抗议 香港的纷扰还在继续 但北京开始不断提起 驻港解放军 我们相信解放军驻港部队 将继续成为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 定海神针 北京方面试图将香港抗争 定调为美国势力介入 至于日本的NHK 却更关心台湾 中国确实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那这个很大的压力 它包括说 它对台湾的这个 各方面的渗透 跟同战 担心前日香港 便明日台湾 这是NHK眼中 台湾年轻人的忧虑 Tip Xen 最后报道 好 这个香港的问题 当然也有国际媒体 拿来问美国总统川普 川普是以骚乱 来形容香港的示威 还说香港是大陆的一部分 所以必须要自己 解决这件事情 因为当你观察 在什么情况下 他们经历过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中国的态度 有人说 在某一段时间 他们想要阻止 但是那是香港 那是中国 因为香港是中国 他们必须要对自己的 他们不需要提示 中国吃 因为他们必须要赔 川普也曾经用骚乱这个词 来形容天安门事件 跟北京当局的描述是一致 曾经也引发批评 那对于这个香港反送中 示威引发的后续效应 美国的国会 还有行政部门 大陆问题委员会的 共同主席卢比欧 以及很多名的国会议员 他们都已经写信给川普 呼吁他要发表声明 谴责大陆损害了香港的自治权 甚至也危及了在香港的美国居民 那国会议员们也呼吁国务卿 庞佩奥必须要提出新的旅游警示 提醒美国公民到大陆 使用监视系统的国家旅行 很可能是会面临威胁的 好 总统他今天到参观 他四年间就去过的纺织业者 这个行程他更定调是 三年有成产业之旅 要力图大秀他的拼经济的成果 不过外国媒体报导 柯文哲主党恐怕会冲击他的选情 总统只表示他会团结各派的力量 但有没有可能团结到台湾民众党 总统则说大家共同的价值 就是对主权有责任感 担心谜题拍不好赶快跟业者换位置 似乎为一扫丝也阴霾总统诊装再出发 这回参访2015年就去过的防治业者 仍称古王的红烛 新城更定调为三年有成产业之旅 证明自己执政政绩 因为我们经过过去三年的努力 很多的执政的成果就开始显现出来 在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我们是四小龙的第一名 大修拼经济成果只是要连任挑战不少 像是柯文哲主党来势汹汹 外媒更是大篇幅报道 彭博社点名可能威胁到总统继续执政的机会 路透社更评论柯文哲将让蔡总统连任之路复杂化 甚至改变政局 作为总统或者作为候选人 我要结合最大的能量 那我们希望说不论是台湾派还是中华民国派 或者中华民国台湾派 我们都要团结起来 那既然要团结台湾派跟中华民国派 则宏要怎么团结反他势力的台湾民众党 我想我们的理念还是在于我们共同的共享的价值 对台湾的民主自由的跟主权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责任感 暗算柯文哲对主权无责任感 但台民党无疑影响民进党 当主席卓榮泰脸书发文 点名林长佐退出实力 时代力量出现矛盾 柯P组党原本合作的力量分散 总结来说抗中的力量分散了 台湾派的力量分散了 令人遗憾 则宏口中要团结各派力量 看来不像嘴上说的那么简单 TVB的新闻 洪富华刘婷婷台北报道 滑冰协会停办2019年亚洲国际花式滑冰经典赛 爆发了争议 体育署有最新的惩处名单 交给记者彭志宇 好 直播带来关系 2019亚洲国际花式滑冰经典赛的台北战 遭到取消 经过教育部的专案小组调查 决议要撤换自作主张的 冰协秘书长吴亦德 而且停止冰协补助一年 他是有简单讲到说 去这个有在过程里面 是有一些压力 但是他一直没有拿出实际的证明资料 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 这个委会请他在 监对他所谈的隐性的 隐形的这个国际压力 到底是什么 你应该要提出相关的佐证下 让我们了解 你谈的过程是怎么样 目前呢 这个华兵协会对于停办的事情 说法始终是反复的 也误导社会大众徒增纷扰 因此体育署以国体法第43条规定 处以警告 除了直接涉及我国选手选训的参赛经费之外 只起会停止部分的补助一年 主播 另外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关于这个撕烟案的调查 说华航的行政调查报告已经出炉了 交通部会在今天傍晚左右 对外发布新闻稿来说明 怎么不开记者会了 也很想再听一次这个华航相关的记者会 最近国民党内整合还没谱 那大家就要问这个前总统马英九 因为很多人呼喊他说 马总统你既然跟郭董很好 你是不是应该赶快出来帮忙牵线一下 那今天马前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就回答 他觉得郭台铭不会脱党 最新状况连线给我们的记者刘彩卫 台北市场柯文哲组成台湾民众党 政坛上就不断传出 郭台铭有可能会跟柯文哲来结盟 来托党参选总统 那么跟郭台铭友好的马前总统 他会不会来当整合国民党 最关键的解铃人呢 来听一下他最新的说法 总统觉得郭柯合作是有可能的吗 郭柯合作觉得有可能吗 郭台铭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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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这样的印象 那有更多同的民众共吗 是 我们很希望他能够 支持我们党的团结 国共你有跟他有异务了吗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 这下来好好谈一谈 尤其是韩市长 你要怎么说服他 因为他那时候 他主张参加初选 所以很担心 我们都很关心 那你怎么看说 人家说我们党 韩根多有心情 我想竞选过 難免會有 但是既然這個人選已經出來了 大家應該尊重這個體制 團結起來打勝2020這一招 你會當解鈴員嗎 你會當這個開心解鈴員嗎 如果我幫他上忙我很願意 那你要怎麼說服郭總 等下有我這個機會的時候 我再告訴你 所以郭總現在是 有不接您的電話嗎 我想接不接電話不重要 總統他願不願意跟韓國瑜見面 那如果他最後是跟 你會不會擔心這樣的學校發生 這有點假設性 你會擔心他出走嗎 他會出走嗎 你會不會擔心郭出走 出走 離開台灣 離開就變大了 我想應該不至於吧 那你覺得他先算一個點嗎 郭總你先算一個點嗎 我想在意他自己的理想 能不能夠為台灣服務 所以他不相信還是這樣 我想也不是不相信 大家主張不完全一樣 但是還是可以合作 好 馬英九他是強調 對郭台銘有信心 他認為郭柯合作 這個可能性非常的低 不過他也強調韓國瑜 應該要儘快來跟郭台銘見面 至於郭台銘 到底有沒有跟馬前總統聯絡 馬英九他是沒有正面的回應 這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訊息 主播 還不正面回應 到底誰有能跟郭董聯絡上 現在都還是一堆的問號 這個 不過我們還是要先討論一個話題 就是因為跟選舉有關的是 接下來的中選會的人事案 中選會扣掉之前有一個 主動請辭的委員之外 總共其實有四個委員即將借滿了 我們的耳機告訴我說 等一下可以接Call in 26562700 因為時間的關係 觀眾朋友都很期待打電話進來 所以一方面你可以打電話 一方面我們繼續來討論 我們有觀眾來信說 希望可以開放講到兩分鐘 好 那我盡量好不好 但是你還是不要一開始 有太多自我介紹 我覺得40秒已經夠長了 開場不要介紹 其實40秒是夠的 有一次我叫觀眾講兩分鐘 他還講不出來 對不對 好 等一下可以打電話進來 好 我們來看這個中選會 剛剛提到說 總之現在會有缺五個委員 行政員也就提了五個人 要來替補 希望能夠把他一次補滿 畢竟馬上就要大選了 我看標題是說 他本來是寫說 這五個人都不是民進黨籍 他們都是五黨籍 都是 可是我看這個背景 怎麼綠得不得了 但是他們真的都是五黨籍 就跟李竸勇一樣 李竸勇也是五黨籍 李竸勇是後來才五黨籍 但是重點不是在 是那個feel對不對 你說前陳社的社長 你覺得他的政黨傾向 大家會猜不出來嗎 好 還有這個 前高雄市的法治局長 也被認為是高雄幫的局系人 陳月端 你覺得這樣可以中立嗎 沒有說不中立 但是有一點 小心服用 小心使用 你覺得他媽媽的相關評論都 好 那這一個 來 這一個 內政部的常司 他現在是內政部的常務次長 他曾經是總統府第二局的局長 也爆出過緋聞過 但是也沒有太多的事情 據說是跟英局的關係都很良好 小心使用 另外兩位就是學者 政大跟成大的老師 行政院說 我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名單是 考量了相關的領域 領選具有法政相關學士 及經驗的優秀人才來擔任 他們的任期會從 2019年的10月4號 到2023年的11月3號為止 國民黨的立法院黨團 總長 真名中就跳起來了 他說 天哪 中選會組織李靖勇 已經強害中選會的公信力 如今還要任命 有顏色的中選會委員 是不是真的中選會 就這樣子默默的就 就開始變綠了 蔡政府試圖在2020大選 集體作弊 所以國民黨絕對會 強力的審查 But 有用嗎 不過我還是要幫民進黨 稍微講一下 因為按照他們的組織法規定 本來就有政黨推薦的人 還有一些政黨色彩的人 所以其實你說看起來 有很多疑慮 那可能是從去年到現在 因為他有一些做法 讓大家對他沒有信任感 可是我覺得至少看起來 他們應該是依照相關規定 來安排這些人士 但是這些人士就是 國民黨雖然說 他們會強力審查 如果要擋下來 但是根據最近 幾件在立法院的經驗 嘴巴擋吧 可能又要丟水球了 好啦 這個相關的人士 下個會期就會處理了 到時候再看看進度 國民黨有沒有辦法 強力審查 哈囉 好高興 到了街空運的時間 首先上線的是 高雄的邱小姐 哈囉邱小姐 兩位主持人好 走私香菸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前年憲兵隊警衛大隊 大隊長帶二十幾位的兵官 出任務去台中 跟太陽餅店索取太陽餅 叫跟去的小兵一人拿一盒 結果被記者爆料 大隊長沒事 把責任推給下屬 整個警衛大隊小兵要扛責任 大隊長到今天也沒事 小兵被調離各單位 所以我要請問 現在吃煙的事情 會有一個水落嗎 謝謝 邱小姐真的是典範又是常客 時間就抓得非常好 他就非常的有經驗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台北 吳先生有沒有辦法 30秒40秒講完 吳先生 吳先生 嗨 妳好 解說 帥哥 介白妳好 你好 其實民進黨現在一直安插人進去 把所有的位置都補滿 然後因為柯文哲現在要阻擋 他怕拉到他的選票 會不當選 所以他把人阻滿好作弊 所以愛台灣的各個人要趕快去抓 你要抓什麼 抓作弊的 抓作弊 民進黨一定很會作弊 這是無庸置疑的事情 你看他們現在能塞就塞 能閃就閃 能撈就撈 這是普遍大家對民進黨的印象 民進黨裡面沒有一個好人 全部都是騙來的 好 謝謝台北的吳先生 吳先生也是時間控制得很好 蠻不錯的 接下來桃源劉先生 劉先生您上線了 謝謝 你好 我是覺得柯文哲很會批評別人 喂 喂 請說 喂 是我嗎 請說 你說他會批評別人 柯文哲只會批評別人 都不講自己 他話都講不清楚 他講的話你聽得懂嗎 我不相信 因為他講的話 如果你沒有看字幕 他講的話你根本聽不懂的 都在嘴巴裡不知道感覺什麼 還有他說那個韓國瑜 什麼書怎麼樣 陳水扁他做了八年總統 他也只不過是大學畢業 太大意 人家那個韓國瑜是國立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畢業的碩士 比他好多了 而且人家在美國受邀去美國演講 下面坐著全是大學教授 人家那個韓國瑜全程用英語演講 棒得不得了 你柯文哲能嗎 別笑死人了 陳水扁也不行啊 而且民進黨到選舉的時候 就是用 夠台灣 夠台灣 這樣來騙選票 誰不夠台灣 哪一個人當選不夠台灣 難道要去過新菲律賓嗎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台灣人要醒過來 好 謝謝桃園的劉先生 謝謝劉先生 接下來上線是台北的王先生 王先生請說 王先生 王先生 等不及了 好 各位觀眾 還有兩分鐘 2656 2700 如果還有人打進來的話 對 要趕快打電話進來 等一下要說 你要跟我們討論的話題是 下一個教室的預告 我們等一下要討論的話題 其實我現在也還不知道 是什麼樣的話題 就是民進黨現在跟柯文哲之間 兩個雙方大戰 大家很好奇說 那接下來到底是 柯文哲要主黨 還是要選總統 還是要跟柯文哲合作 對 重點是 王金平也會不會跟他合作 到底他會吃到誰的票 現在大家就會很好奇 那你自己覺得 他現在主黨 會搶到誰的票 他當然是很想搶 這個郭台銘的支持者 只是郭董會不會這樣 就跟他合作 又有人打電話進來了 台南的陳小姐 陳小姐上線了 各位觀眾 中立的楊小姐上線了 楊小姐你在嗎 在 這電話很難打 請說 把握機會請說 我剛剛打開電視 其實我這幾天有些話要說 不知道要去哪裡 一直想不知道 我突然間想到一件事 雖然吳敦毅讓人很討厭 可是很有遠見 他去年就講了那句話 好準啊 就這樣子 哪一句話 他不是說 要道歉那句話 還要有重複嗎 這個肥茲茲的那個 真的 肥茲茲的那個 所以他讓人很討厭 可是他 他講話還滿有遠見的 好啦 可是因為有人聲攻擊那句話 我覺得也不好意思再重複 好